2023年11月14日杨时光金钱报重点整理本期 重要内容 1.10月份中国货币数据急剧恶化 M1年增率创2020年2月以来最低M2年增率继续回落 剪刀差再度扩大 2.中国经济动能全面放缓消费 投资出口均疲软 3.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房价大幅下跌 4.外国投资持续撤出中国先锋贝莱德等 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5.中国储蓄率攀升 投资率放缓 储蓄与投资缺口扩大 6.中国政府加杠杆意愿不强 可能被迫做美国国债的 接盘侠根据以上资讯可了解 1.10月份中国货币数据急剧恶化 反映出中国经济的严重下行 M1年增率创2020年2月以来最低表明实质货币需求 不足M2年增率继续回落 剪刀差再度扩大表明货 必宽松政策效果不佳 2.中国经济动能全面放 缓消费投资 出口均疲软 10月份社会融资新增规模 不及预期 主要来自政府债券发行 表明民间投资 医院不足出口订单 减少库存堆积 表明出口增长面 零压力3.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 房价大幅下跌 10月份全国70成房价环比下跌0.2% 同比下跌1.2% 降幅扩大 4.外国投资持续撤出中国先锋 贝莱德等大型资产管理公司 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这表明外国投资者 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悲观 5.中国储蓄率 贪生投资率 放缓储蓄与投资缺口扩大 这表明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资金荒问题 6.中国政府加杠杆 意愿不强 可能被迫做美国国债的接盘侠 这表明中国政府面临财政压力 最后为各位做本期重点整理 1.中国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 下行风险加大 2.中国政府加杠杆意愿不强 可能被迫做美国国债的接盘侠 3.中国经济未来走 是将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2.中国政府财政政策的调整 以及3.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势 3.100元 4.500元